車輛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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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又是WATCHERWOOD 胡慧聰 今天置身於這個地方 正正是士迪卡電的火車夜市 又來這裡做甚麼 又拍攝殯屬市場 殯屬市場沒有了 又沒有了 不要緊 殯屬市場沒有了 但是火車夜市開了 要進來這個火車夜市 必須要經過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疫情之前 旁邊都有很多的店舖 很多的食股 今時今日部分的食股都離開了 部分有開 人客都未來太多 可能晚一點 或者明天人就會多些 Anyway 繼續走 繼續看 除了一些店舖離開 還有一些店舖 處於冬眠狀態 何謂冬眠狀態 好像這些 又桌又椅 但沒有開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賣酒 現時還未可以賣酒 要等12月1日才可以賣酒 所以這些店舖 暫時冬眠了 暫時關了 休息了 其實在這個火車夜市 賣酒的店舖 都多 所以區內不少青少年 都喜歡來這裏 既有酒賣 也很大 要進入火車夜市的核心地帶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接著又經過另一個 一些的 pub 餐廳的地帶 過了這個地帶 即是現在看到這裏 已經是火車夜市的範圍 這裏的店舖 以往主要都是賣衣服為主 有些東西幫人做指甲 還有紋身的也有 但現在大多數都已經離開了 為何這條片 不放在太多變幻時 是這樣的 太多變幻時的地方 通常都是撿走了 才會拍 才會懷念回去 但這個火車夜市 它沒有撿到 現在重開 所以就不會放在那裏 明白嗎 多一部直升機放在這裏 現時的資深就是 Slican的火車夜市的範圍 這個火車夜市 是當年這麼多火車夜市之中 面積最大的一個 現在就是執政這個 這個火車夜市之中 主要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是室內的店舖 但是眼見都撿了不少 而另一部份就是室外的地方 進入室外的區之前 都看了室內的地帶 兩旁表面上好像還有很多店舖 但留意有些是關了 但其實更加更加嚴重的 就是它裏面 有些根本一條巷之中 頭那兩間就開 因為叫做當眼 而後面那些就全部撿光了 這裏的價格有點疑似 窄到就是WeCamp Market 看看裏面 走進去給大家看看 真的撿光了 在這裏曾經 我記得有一間店舖賣些公仔 是店主自己創作的 挺有趣的 但現在就已經不在了 我估計大多數這些小販 都可能轉做Online 你不害怕嗎 一條人在這裏走 黑嗚嗚嗚 我又沒什麼害怕 因為第一 這裏子安都應該OK 而且這裏 他的老闆是惡人 整班手下 都應該不是閃爛信女 所以沒什麼人敢在這裏 犯案和偷東西 一旦捉到的話 哼哼你就死了 好了 逐漸走去這個室外地帶 記不記得這裏 這裏好多食物 不過更加精彩 就是中心地帶 即是左手邊那裏 回來了 回來了 火車夜市回來了 真是開了 你看 尤其是食屎這一部分 一會再詳盡給大家看看 現在不斷過一過鏡 讓大家看看 嘩 完全不同了 以往來這裏所見到的 就是一些露天的檔口 一下雨就糟糕了 模式類似 脫刺大火車夜市 一個個帳篷 但現在想不到 重新整理完 就是全部好像有遮蓋 可以窄到窄 全部有遮蓋的一個小屋 於是一下雨也不需要擔心 所謂不用擔心 就是上面下雨 就不用擔心 是有遮蓋的 好很多 但其實上面有雨 下面就會積水 剛才看到一些工作人員 在推水 即是用掃把 垃圾鏡去剷走 去推水 因為一旦下雨 地下不平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積水 都會水浸 不過這個也算是小問題 比起以前來說 已經好很多了 以前一個個帳篷 一下雨 真是淒慘 現在眼前所見 這些一個個有遮蓋的檔口 裡面有部分都未歸位 但有些都已經在賣東西 這裡就是火車夜市的辦公室 裡面也有些名車放在這裡 不過就不方便拍照了 外面也有些拍照打卡位 疫情之前更加有表演 這個地帶主要是買些二手衣服 二手衣服 二手褲 二手鞋 或者家具 各樣都有的 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就很喜歡這一區 因為久不久都可以找到一些寶藏 這條片拍的時候 正正是星期五晚 而且剛剛下雨 可能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人流就不算太多 而整個火車夜市裡面 以往最熱鬧的就是這個地帶 兩旁有很多室內的店 買到一些Vintage的東西 也是我很喜歡的 這些店鋪更健在 還有開 但人流就不太多了 好記得現在這一堆店之中 有一間以前就是度身訂做一些傢俬 它的傢俬很有懷舊風情 甚至乎我要哪一種名車的車尾 就做一張椅子 都可以 亦都有些超級英雄的傢俬 但現在都已經不見了 看得兩看 咦 這間適合我 還有咖啡飲 這位公子剛剛開店 好 就進去餅餅一下它 嘩 裡面都很多懷舊玩具 懷舊公仔 適合這些老餅 好有感覺 看看看看 那都是要光顧一下 難道只坐只拍嗎 話說人家剛剛開門 你沒理由進去拍攝完 有這麼嚴重的 這一杯是即沖咖啡 這裡來到 我覺得挺有感覺的 真的想進來坐一下 喝咖啡 喝一下東西 其實我也問他 你開了門是不是 他說 不如這樣 我自在坐一坐 拍一拍 有些什麼對於來說 是很簡單 很容易做的 你沖給我就可以了 他想說 我沖一杯咖啡給你 真的沖一杯咖啡給我 這麼認真 這麼好 結果他真的很認真 磨咖啡豆 搞一輪 真的做了一杯咖啡給我 那些冰 還要是 緣咕嚕的冰 來的 很認真 果然和一杯 罐頭咖啡很不同 其實說來講 有一點兒都唏噓 所以火車夜市 由當年 他剛剛開 開始到現在 都是採訪過很多很多次 之前的 衝遊泰國 和阿東也沒有來採訪過 很多時候 遇到一些香港遊客 大家打招呼 拍照 現在看 雖然情況 比疫情嚴峻 好一點 但始終還是冷清了一點 跟剛才偉公子聊過 他說 主要是因為 講過了 因為下雨 所以就人少了 其實如果平日不下雨的話 疫情過後 大家都想出來 應該都人多 這間咖啡店 那個感覺 真的很有Feel 播出一些 很有Feel的英文歌 周遭一些 很懷舊古舊的物品 隨便可以買一件半件 感覺很有趣 而且很溫暖 很溫暖 很溫暖的感覺 這些Feel 在萬谷市中心裡找不到 對不對 喂 別那麼毒酸 打開肚臍 這樣才行 否則怎麼帶你出來走 喝完咖啡 又繼續向前走 前面七黑一片 很多店舖都關了門 但不知為何 我又很有閒情日志 尋憂探秘 慢慢走 和懷念當日的情懷 那你說 怕不怕危險嗎 正如我所說 這裏的老闆 和他們的下屬 都不是善男信女 哪裏有人敢在這裏搞事 走一走 就來到這個車房地帶 就放了很多古典車 有些就要翻身 有些已經翻身好 咦 不怕有人搞這些車 還是那一句 老闆這麼餓 怎麼會有人敢在這裏搞事 其實她的老闆 我以前也曾經說過 從前是一個收買人 整整整整 不小心發達 又搞了火車夜市 所以她的生意 都應該挺不錯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現在又差了些 但據稱 接下來 在這個central 匹纜膠 咦 為什麼有人纜膠 那個地方叫匹纜膠 不是纜膠 接下來 也有一個類似 懷舊跳早夜市的 POP UP STORE 出現 究竟情況會如何 遲些拍給大家看 回到大門現場 這個地帶 我真的很喜歡 夜蘭人證 一個人慢慢走 在這裡吹風 而且下雨 感覺很棒 這區主要是買些 古舊的衣服 褲子和家具 收藏品等等 趁機何時 這間店舖 購買一些古舊電影的 圖書籍 在這裡找到一張 當年蒙面超人和猴神的 泰文版海報 兼且還找到一個 類似燈箱的物體 裡面有一張 1973年羅三摩 鐵金剛涌破黑魔黨的 一張原裝海報 但貼到實在燈箱裡面 很艱難才拔出來 因為我沒理由買過燈箱 我錢就給你們大學商 那張海報 結果就給了那張海報 煎出來的時候 那張海報 有一點點爛 但感覺是很原裝的 可能曾幾何時 在美國的某間戲院 不知為何 連燈箱拆下來 不知為何又去了收買佬 又不知又扭落到泰國 結果那張海報就在我家了 想一想 海報裡面的人物 而馬虎 不知會不會走出來找我呢 當然啦 對於香港人來說 真的可能會有這樣的擔心 買個舊公仔 買一件舊衣服 買一條舊褲回去 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上潘兆聰的節目 說說話呢 這個我不知道 但泰國人就百無禁忌 所以這裡的三副鞋 出名便宜 家人二手 對於泰國年輕人來說 沒什麼所謂 最緊要便宜 所以都會來這裡光顧 都是那句 說過很多次 你去日本旅元宿 便會買所謂的古雀 哇 名字挺好聽 古雀 但其實不少古雀 都是來自泰國 泰國來說 這叫做二手三副 又或者可能說 死人三副 對呀 可能是二德善堂 執完這條絲之後 然後把這條絲的三副鞋 脫了出來 然後讓它去賣 都不出奇 所以這些就為之二手貨 但是 繞個圈去日本 就叫做古雀 名字是否好聽很多呢 看完一輪個人喜好的東西 不如看看大家都想看的東西 是什麼呢 才不是吃的東西 話說這個火車夜市之中 其中佔了一大部分 可以說差不多一半 都是跟吃東西有關的 這些的檔口 都頗受本地人歡迎的 好話不要聽 買衣買褲 你可以不買 但吃東西一定要吃 反正這裏出去吃 反正這裏便宜吃 就來這裏吃 有氣氛之餘 選擇都多 每次拍這些夜市 或者一些跳棗市場的 美食檔口 總會發現 咦 有些美食 我未見過的 咦 有些挺有趣的 咦 這個真的有創意 每樣都有些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那一句 大家暫時去不到 就看了檔去了 好了 留意一下 以下這些食物 HIDI RECOMMEND 拳頭這麼大的包 一些串燒的鵪鶏蛋 大家都見過了 但問題就是 你看一下 加了多少topping 這樣的炮製方法 令到平平無奇的鵪鶏蛋 更加滋味 適合我的眼人的蟹肉 蟹肉鍋 又或者熱酒 都可以有這麼多花筍 不是普通的美式熱酒 那麼簡單 不用去到唐人街排長龍 都可以吃到這些串燒魷 又或者 又或者 好像熱辣辣 新鮮出爐的蒸麵包 加了不同的醬料 嘩 聞到都香噴噴了 超級大size的香葉肉碎飯加蛋 還要是兩隻蛋 此外大家可能很久很久沒有吃過的 這些紙包海鮮 用紙包海鮮 和食物在這裏 然後用手拿來吃 是不是很久沒有吃過呢 剛才剛來的時候 大概六點鐘 走走走 現在是七點多鐘 雨又停了 接著人就多了 剛才剛來的時候 糟糕了 廢墟怎麼辦 但現在看起來熱鬧了很多 尤其是食物的這個鬆 嘩 多人到不得了 即是所謂民意食為先 一有好東西吃 每個都會湧出來 咦 真是猜不到 火車夜市之內 竟然都有蔬菜賣 而且也有雞蛋賣 據稱全部都是organic 的 所以區內市民 也可以來這裏買菜 看到這裏 也讓我不厭其煩你解釋一次吧 火車夜市的名字是何來的呢 話說N年前 在集道集VC Market 附近 有個火車維修場 當時不知為何收買到先生 便可以在那裏開了一個 懷舊跳祖市場 又有東西賣又有食物 主要是買二手懷舊食物 第二天就紅了 紅了沒多久 遇上收地 結果就要拜拜 幸好 在近年就收留了他們 讓他們在這裏大展拳腳 接著又紅了 兼且裁員滾滾來 直到Luchatada 又向他招手 開了第三代火車夜市 在那裏 雖然在很多地方 都見不到火車的蹤影 但火車夜市的名字 一直融下去 現時 執政只有現在這個 可能是因為老闆的情意結 那麼多代的火車夜市 總會有些店舖 買一些二手 古舊的東西 例如衣服 鞋子 裝飾 擺設 甚至像這間咖啡店 裡面都由一個懷舊博物館 一樣 時間是晚上的七點半鐘 慢慢從裡面走出來 看到人流就開始多了 但是 看看地上又好像又想下雨 Anyway 現在坐在這裏 這一間咖啡店 基本上每次來身採訪 都會來這裡拍攝 幸好他做健在 為什麼每次都會來這一間呢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工作行 有得拍就拍就拍 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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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都未吃 對呀今晚未吃飯 因為都想拍完才舒服地去吃飯 但是 無奈走到這麼久都累 和口渴 那你說隨便站在街上 找一杯飲料 就浪費了一個空間 都想找一個地方 又可以拍一下東西 又可以喝一下東西 於是 來到這個位置 就一定會口渴 一定會累 就一定是這一間 這間店鋪 由它當年初初開到現在 基本上每次來到都會光顧 而且 它都很有特色 因為裡面 由於一個懷舊博物館 有很多懷舊的物品 日用品 各方面 賣不賣呢 有部份賣 有部份就不賣 但是看一下都挺有趣 當然這些懷舊產品 其實在泰國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在這裏來說 暫時只有這間才有 都不是暫時 是這麼多年來 都只有這間才有 而這裏所喝的就是 一些泰式的茶 例如泰式的奶茶 泰式咖啡 和這杯泰式的甜茶 價值三十匹 你說走到累 跟著口渴 坐在這裏 喝一杯冰凍的泰式甜茶 都可以的 順便又可以看一下 人生白泰 看一兩看 哎 喂 似乎真的下雨了 下雨走不了 沒有的士 大哥 那麼遠 快去喝完酒吧 好可惡 好